由这个癌症希望基金会主办第一个是以这路跑方式环台来推广这个子宫颈癌防治的活动 希望可以为您来而跑的这个活动呢 今天是抵达到了高雄 而其中罹患这个软潮癌的这个邱毅盈跟老公的李永德也一起来共襄盛举 担任高雄市副之脚的李永德呢 不仅是参与哦 还亲自跟大家一起来路跑 因为呢对于这癌症 他可是有一些切身的经验 而正在化疗的邱毅盈 今天也特别帮老公来加油打气 希望可以自由这样的活动来提醒妇女 平常呢就应该要定期来检查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好 又看到的是呢 怎么会有这么